大家好,我們現在在韓國首爾車展 我們今天其實逛了不少的品牌 也為大家帶來了包含韓國主廠的Pongde、Kia、Sanyong 跟Genesis等品牌的一個展區的報導 除了在韓國當地品牌,也就是說國產的一個韓系的戰力之外 我們其實也有看到一些雖然不是全球首演的作品 但是跟台灣市場比較相關的 包含了Land Rover他們推出的新世代的Discovery 另外一個最重要的,我相信許多消費者都很期待的 就是第五代的Honda CR-V Honda CR-V 國產確定會在6月生產 其實我們先前大概在2017年初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為大家報導過說 Honda CR-V 會在6月左右上市 再來呢,就是我們陸續也有網友 在討論區捕獲到了間諜造詞 也都是間接的預告了說 CR-V 的上市在即 剛剛他們舞台上其實有展出了CR-V 也就是第五代的CR-V 那台灣市場預計會在6月左右發表 我們只是說現在先看到其實還滿 先行的surprise的一種感覺 另外一個就是大家可以帶一些預期的感受 我們現在確定的是說 五代CR-V 確定會採用1.5T的渦輪增壓引擎 為了讓五代CR-V 擁有比較優異的一個銷售價格 所以它還是採用客戶認證的部分 所以目前來說 它首波應該不會有7座的一個選擇 現行世代國產CR-V 它的價格大概是80幾萬到100出頭的一個設定範圍 那如果新世代的CR-V能維持既有的一個價格 就是價格區間代的話 那它其實就是從HRV然後再到CR-V兩個合起來 它會在國產SUV的一個市場 擁有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守備範圍 當然消費者的期待也會更高 然後在市場接受度也會更好 在市場上的大小伙子 就有一個非常地的地區 我們在市場上有一個人的選擇 全部都在市場上測滿 極度的選擇